第一届广西花莲桂花杯围棋向起网路联谊赛 4月16号在广西南宁市和台湾的花莲市线上视讯开赛 两岸的主办单位透过视讯举办了开幕式 写手们也在网路平台上对异竞赛 台湾围棋教育推广协会理事长武进居表示 在疫情之下透过网路举办联谊赛事 不仅可以持续来切磋棋意 也可以促进棋友间的友善情谊 第一届桂花杯围棋向起网路联谊赛 4月16号上午在广西南宁市和台湾花莲市线上开赛 两岸透过网路直播视讯方式来举办开幕仪式 同时也透过网路平台线上对异 让广西与花莲的棋友们切磋棋意 这次联谊赛汇聚广西花莲两地的民间高手 大家以云端对异的形式 与其会友与其结缘 在切磋棋意的同时增进了解增强友谊 共同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相信本次比赛必将为两地围棋向起等运动项目 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我们期盼和花莲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 围棋和向起可以算是人与人沟通的一个很好互动的一个桥梁 那我们下棋平常是不用说话就能够达到这个沟通的目的 所以下棋呢我们又称为手坛 这样子的互动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友善 而且是比较高雅的一个互动方式 然后琴棋书画都是我们这个算是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充分的利用它运用它 这个文化的一个互动呢 能够表达彼此的一个友善 然后呢也能够提升我们花莲呢 的奇异的水平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次赛事包括了围棋和象棋两个组别 各组选手都是两岸的精英 花莲部分还特别派出了青少年代表 原住民代表还有女子代表 高段位的棋手在网络线上对弈 不受疫情保持社交距离的威胁 透过网络视讯和线上对弈 不仅可以持续切磋棋意 更可以促进两岸棋友间的友善情谊 这里会幻视报导